由林增连慈善基金会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成立的中部爱护联 以提供整合式的医疗照护等关怀守护独老 这天启动爱老志工募集令 台数科以及上营等企业率先来响应 而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代表 捐赠两台新车来力挺 也期盼有更多的企业志工投入社会服务的行列 正常吃饭也没有办法有好的医疗照护 中部爱护联志工以行动剧来呈现服务的工作项目 从103年成立以来足迹遍及偏远山区的角落 也把整合医疗照护服务带入的地方 而如今他们要再扩大规模 号召更多企业来投入爱新志工行列 这一天有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 以及上营科技率先加入供应行列 二言一一一 laps一一爱 Ho 过麽 championship 掌声 großer换伙一下 我們希望这么多的企业来参与 一起要再增加我們的職工團隊的成員 這個是我想只要大家加入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會變至少會跟我一樣越來越年輕 越來越有活力 我覺得它是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的社會已經慢慢步入高齡化 那在高齡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社會對老人像小孩子一樣無知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沒有感覺的 那我們也很謝謝這個政府也提供很多資源 那契約是在政府沒有辦法整個做得很完整的過程當中 付出我們小小一份心力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能參加這麼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高齡化是自己本身未來長期都會去面對的狀況 所以也透過這樣的一個職工的服務 讓我們的職工的人員他們自己對這個社會更有同理心 中部愛護聯由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中國醫藥大學福水醫院 老老基金會以及林曾妍慈善基金會 共同合作創立 以關懷行動照顧偏鄉 近來因為人口高齡化 為了照顧偏鄉的獨居長輩 這一次聯合宣誓活動上 也更捐出了多功能車跟健康測量補具 希望拋鎮引玉帶頭來賞藝 這九年來種下不同的種子 現在我們把這個種子要灑在別的企業裡面 所以我很感謝台中的愛護聯 他們做到我沒有做到的地方 那他們的辛苦他們的愛心 我相信社會都看見了 大台中有兩千多位 我們目前累積到這樣 應該個案有照顧兩百多個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更多的人來參與 把廣度跟深度都加強 1904年多來 照顧有三百多位的獨居長輩 如今有熱心企業加入 加上捐助的軟衣體設備 中部愛護聯 將有信心再擴大 讓這份愛心溫暖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記住林將台中採訪到